记者王心女台北报道,第二十九届金曲奖今晚在小巨蛋登场,本届歌王堪称死亡之祖,由陈奕迅、林俊杰、宋宁宇、小宇、李九哲及许舒豪等人竞争,最后由陈奕迅靠住C.Mongin夺下,陈奕迅靠住新专辑C.Mongin,打败林俊杰、宋宁宇、小宇、李九哲及许舒豪, 顺利夺下第三座最佳男歌手,成为新任歌王。陈奕迅一上台就拿起手机对台下观众拍照,开心的他藏不住笑意,自嘲,我是长辈不应该这样。 他感性说,这张专辑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经纪人,因为他是唱片公司出来的,对音乐特别有坚持。 他更现场秀术歌艺,演唱新专辑C.Mongin的披风,让台下大包二福。 陈奕迅打败众多警笛夺最佳男歌手。 截取字台式。